早晨 大家好 歡迎收看信網早事有計 今天請來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王國英 Alex和我們分析大市走勢 Alex 你好 美國道指連跌第五日 港股今早開始回來低開92點 之後表現亦偏遠 恆指這幾日表現雖然向下 但都不太跌得下 大家其實繼續觀望今晚美國的就業數據 看看有沒有機會退市 短線有沒有因素推動市場突破 暫時就不是很有突破的情況 因為還是很審慎 但我覺得風險就大了 其實你見到一些區內股市的跌幅其實都挺大 如果有五美金計價再跌多些 還有香港我覺得你喜歡和4G的因素其實沒什麼特別 可能如果真的回軟的話 可能帶動市場的恆指調整幅度會增加一些 所以我覺得風險是比較 之前幾日看就大了 可能有些機會拿回來 可能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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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圍堵 之前退市預期一升溫 觸發了亞洲區的走資潮 其實如果今次的退市預期又加強 會不會好像和上次一樣出現走資影響亞太區的股市 其實有些機會 其實已經是見到有些股市的跌幅比較大 比如印尼 甚至新加坡和韓國最近都很軟 我覺得你見到這個 如果你看到美國的息口上 其實香港的高息股都是受壓的 我想你暫時來說 因為中國的因素頂著香港 但是如果你這樣看下去的話 如果這次的息口看高一點的話 就可能都會有些壓力 但是因為上次我們都見過走資的情況之後 其實你這次我想不會跌得那麼急 但是那個跌法可能是慢慢喝下去 那種跌法 賭業股是近期資金的追捧對象 好像金沙近期都整天破頂 今早銀魚也都破頂 其實去到這些高位 升完沒有呢 有貨的投資者 用不需要分段沽貨 我想分段沽一點點 因為我剛才都說 我覺得市有機會回多一點點 不過留一點核心持股 就放在中場線一點 始終我覺得你澳門那個 整個情況應該還未完 所以可以看長遠一點都還OK 但是短線來說 可能走下位的話 就減少一點都還未 是否持有金沙或銀魚股份的投資者 可以分段減持 我想減回 沒錯減回部分 香港電視發聲明說 主席王維基和王晶會面 但就不是欺負亞視 但事件令到市場有惹來很大的憧憬 今早港市一開始已經升了超過一成了 那港市短線呢 有沒有直播率 可不可以少著投資者呢 我覺得沒有直播率 因為他當日是不給法提的話 都應該是政治考慮 我覺得你亞視那些高層 就是那個關係網的話 他們應該會做一些 跟政府有些分別的行動 所以我覺得那個城市的機會是很低的 所以我覺得市場應該是炒錯了 Alex 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持有金沙 剛才提到的股份 你有沒有減持 減了很少 減了四分一 今早很感謝Alex的分析 早時有解 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